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大學熊場 今天呢要去雲林谷坑 對於我的個性啊 我實在是不太喜歡悶在家裡 所以就是我那個扁桃縣發炎好了之後 我就是很想要趕快出去啪啪照了 雲林谷坑的情人橋 這一座橋呢 它的寬度啊 僅限一人通過 而且同時呢 只有兩人 人在橋面上 那我會知道這個東西呢 也是上一次觀眾來信時間 觀眾給了一張導覽圖 我才知道有這個地方 現在要開一個小時16分鐘 Let's go 好先來東山這邊尿個尿 買個水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 XX9.0的水有出這種小罐的 它掉下來的時候我傻眼了一下 它不是統一規格就是那種比較胖的嗎 現在呢 大概開了20分鐘的山路了 看起來像是進入一個園區 這邊有一個線索 喔 情人吊橋 但是看起來 自己的商家都關得差不多了 估計就相信下那個牌子喔 照著走看看 雖然這邊看起來怪詭異的 你看 這當初應該是滿興盛的 然後現在都關得差不多了 然後今天的雲林線降機率是80% 現在看起來是那20% 看來有的走囉 不過隱隱約約有聽到卡拉OK的聲音 所以這附近的商家應該也是有在運 只是說呢 這個步道可能就不是那麼長走 不然看著這個小溪啊 然後在旁邊唱歌 喝咖啡好像也不錯 不像這樣子啦 我覺得他們當初的想法是這樣的 IDL 好 好 走大概五分鐘不到吧 出現一個告示堂 這告示堂也太噁爛了吧 看起來沒有情人吊的一些信索 全部都是步道的資料 那現在尷尬啦 有沒有引導的牌子 我現在也不知道往哪裡走 我現在一整個感受到這個鄉村氣息 有有有有有 天梯情人橋往左 往這裡 無所謂都沒有耶 好奇怪啊 這對不對嗎 現在暑假呢 是要繼續指走嗎 感覺這邊很多以前的那種民宿感 但現在都沒有營運耶 你看很多這種小木屋啊 怪可怕的氛圍 滑山 土 石流 標學園區 我第一次看到水增危險是畫這樣耶 要像這樣嗎 前面有一隻狗啊 普世丹丹啊 他究竟是朋友還是敵人 他趴下來了 應該是沒問題 他看起來人很好 好 走走走 掰掰 是兩天在廁所啊 這是那個啦 土石流觀測站 因為上面有一堆儀器 而且這都沒有人耶 那隻狗狗哪裡來的啊 奇怪 不過今天天氣真的很好 前面一座橋喔 當然是這座橋 看起來不像我說的那一座 我頭上這個是 小天梯吊橋啦 前橋是在裡面 要爬山進去裡面 所以 這一座是小天梯啦 爬山了 不過這也好涼喔 好 還是點面對 這應該有個幾百階吧 這邊倒 不過爬到一半的時候 就會發現這邊還真的是滿美的 還有一個兩艇 出現了 哇賽這真的是很小耶 中間用那個繩子很粗的繩子綁出來 有沒有看到 就是為了這個情況 我特地帶了GoPro來 大概是這種感覺 你看 這種用繩子做的吊橋 就是特別晃 好像要保持平穩喔 但GoPro出來的話 面才不會晃 下面的話 還好 下面沒有很高 不過這個吊橋設計 會讓人 有這麼一點不踏實感 各位這邊蚊子有點多啊 他自己的更防禦 通關 沒有 本吊橋現在兩人啦 那至於過來之後 有什麼東西我看一下 對 進去之後 那邊就很多步道啦 往那邊延伸 這邊一個圍起來的 那邊就沒什麼了 所以噱頭就是這座橋 沒錯 好那我現在先試著 把手機放在這裡 看有沒有辦法架 各位就這種感覺吼 其實真的是 蠻晃的 我沒有特別去晃動他 就已經蠻晃了 其實蠻不錯的耶 蠻好玩的 說實在 不知道有沒有拍到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一個人的吊橋 僅限一人通過 同時兩人在橋上 以經驗程度來講的話 我覺得 可以給他8分 因為畢竟沒有看過這種吊橋 然後呢 這邊的人煙啊 非常的稀少 都沒有人啊 都沒有人 那至於唯一的缺點就是蚊子啦 就是你們要去噴一下防蚊液 好不好 好就這樣 我要再走半小時回去囉 那探險團呢 一樣 我會把網址附在 置頂留言 然後我們會慢慢的審核 所以不用緊張 今天的輕度探險呢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那我們就兩張支影片 歡迎在臉明明 就有新影片 就到這邊囉 see you 小狗狗還在 可是他現在多了一個夥伴耶 從中間過應該不會怎樣吧 應該是這樣吧 我就這樣慢慢的經過這樣就好了 好可愛喔 好可愛耶 你看那兩隻好可愛喔 好Cute喔 他在幫我引導嗎 很酷耶 欸 兄弟 兄弟 掰掰 掰掰 後面那隻也掰掰 在這個節目 就算了 上來 有些人 好像說 很多人 這個節目 都很快 這麼快 我們會看 有些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